各位好,又見大家了 今天我請到一個年輕人 這個年輕人來頭不少 我先讓麥師傅介紹一下自己 麥師傅,先介紹一下自己 好,心師傅 各位觀眾,你好 我是Matt 麥家豪 我是前香港散打運動員 在香港贏過五次 國際散打邀請賽的 56公斤冠軍 也在台灣拿過三次的56公斤 國際職業散打的金腰帶 嘩,也很厲害 你從多少歲開始練? 我也想知道 你練武術還是散打? 你何時起我這件事? 何時專業這件事? 如果我練武術 大概是13歲開始 武術是哪一種? 蔡理佛 由蔡理佛師傅 跟麥師傅 蔡理佛是跟李根澄師傅 為何會由蔡理佛轉去散打? 2011年左右 我出來開武術館 當時是幫我師傅 打理他的傳統國術拳館 當時是正教蔡理佛 正教蔡理佛 但出來開武術館後 有很多聲音說 我沒有甚麼搏擊經驗 沒有甚麼比賽 沒有甚麼成績被人看到 然後姜偉忠師傅那時跟我說 不如去一個散打比賽 一個業餘賽 問我有沒有興趣試試打 然後我說好 既然想做一些成績給別人看 即是有兩個目標給他成績 即是不要只是教拳那麼簡單 那就開始了我的散打生涯 其實我想問你第一次上來台 你的感覺如何? 很忘言 很忘言 甚麼都不知道 不知道 連基本上來雷台的禮儀 如何敬禮 那些全部都不知道 你散打雷台要敬禮嗎 散打雷台要敬禮嗎 散打上台要對教練敬禮 對四方的權政敬禮 對對方敬禮 主裁判敬禮 然後才可以開始 但是你打比賽之前的準備 我想問你師傅有沒有幫你準備 我師傅大陸就教套路 他完全不知道怎樣可以幫我準備 那時候我有很多朋友 在打泰拳 他們都在打自由搏擊比賽 就找他們幫我訓練 那你那場賽事打得辛苦嗎 那場賽事都頗辛苦 因為第一次打比賽就要讓榜 因為我本身是打52公斤 52至56公斤 但是我當時的體重去到54點多 但是我本身跟我打的 就退出了 你這樣應該是退出了就是你贏的 但是主辦單位就說 剛好60公斤有一個 雙手又退出了 那問60公斤那個人很想打 問我可不可以跟他打 然後我算一算 那時候又不知道讓榜是怎樣回事 那時候讓了足足六公斤多 對啦他六十多 我猜他應該是六十多 我猜他應該是六十二左右 因為他們有減榜 他們有減榜 我不到榜 但他們有減榜 我猜他應該是六十二公斤多 但多幾磅伸型又不同了 高度型又不同了 一磅重十磅拳 對呀 那你高度也可能會比你高 高度差不多 但看他的肌肉量很高 很小 拳擊很重 但他本身有沒有打過 他本身也是第一次打的 我也是第一次打的 大家都五五球 是五球 那一場打了多少回合 那一場就第二回合 我KO了他 那你真厲害 你真是拳壇小神徒 真是幸運 KKO之後 下來了 肯定有滿足 是 那你師傅又怎樣獎勵 或者更加會針對你勝負 繼續再打 或者你怎樣才願意 我真的覺得 我打比賽 找到自己 或者是否會這樣 那一場打完比賽 我的心很紅 好 很想馬上再打另一個比賽 剛好 九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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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 一路 一路砌上去 然後剛好 曾賢權師傅 那年有一個自由搏擊比賽 全港國術擂台邀勝賽 在深水埗 因為他心紅 馬上就打電話給他 我想打多次比賽 不知道他還有沒有位置 剛好他那個比賽又是有一個空檔 有一個輪胸 對 然後他說 你膽打一個位置 我說你打 那個就同磅 五十六公斤 那個就 但是 距離我剛剛那場比賽 就 只剩下兩個星期的時間 你之前打完 其實也足夠操 因為你之前第一場有操 你那兩個星期都被戰 夠不夠 但我第一場都會有受傷 傷了哪裡 傷了我左手的手肘位 因為我落地 因為我被他摔低了 我被他摔腳 然後掃腳 我落地的時候 剛好手撐地 一撐腳白了一聲 但不是很嚴重 但是痛 這樣也有影響 有的 然後我不管 就頂眼上就好玩 對 休息了一個星期 休息了一個星期 之後 就 粗了一個星期就上去打 然後那個場就輸了 那場就輸了 那場就輸了 那輸了你有沒有自己虧過氣 有啊… 我輸了之後 我有很多朋友來看我 然後我是在後門離開 不用吧 你怕 我連長輩都放下 因為現場不拿 對 然後後門離開 然後我的朋友拿回來給我 我屈了家裡三天 我是不敢見人的 為什麼 因為那時的心很紅 經常覺得自己 第一場 養磅 養成六公斤 都可以K1 原來打雷頭真的那麼容易 然後第二場就輸了 你知道原來打雷頭很辛苦 對 其實要做足準備 對 對 對自己的心態方面要調節 對 絕對要 你說躲在家裡三天 怎樣去出發見人 其實自己本身的性格也挺好 不是怎樣接受到自己這樣輸 我又很老套地說 你從哪個擂台輸了 就一定要從那個擂台起床 就算你贏了之後 你以陷打一件事 國和稱一件事 但你不可以讓自己留下這個遺憾 沒有其他 令你有個力出回來的 總之就是 你的目標就是那個擂台 對 我哪裏跌下就是哪裏上班 對 一定要在那個擂台再打一次 一定要再贏一次 對 以你這樣的目標是很對的 亦是 告訴現在年輕人知道 做任何事情 不要說你博的 什麼都說 讀書也好 做人也好 你工作上也好 你跌下了 不要那麼放棄 就是 老套講句 引佛的 你經常說 前面有個洞 你沒有理由越角的洞 填了一個洞 就是有問題填了 那你就沒有問題 教法現在人 就是真的要面對你的人生觀 正確的人生觀 對嗎 但你現在散打 你轉去時散打 你不是蔡理佛 你全職去了散打那邊 但你蔡理佛有沒有抵觸 其實沒有的 其實散打裡面有很多都是國術裡面有的東西 我都想知道 其實散打國術 其實兩者都是連帶性的 其實有 其實散打其實就是什麼呢 如果以中國武術協會的規範裡面 它是屬於散手類 散手就是我們以前說 什麼老翻兩道散手 散手是什麼呢 散手就是在套路裡面 將一些忌擊的動作 拆出來用 或者散手 散手在擂台上面 譬如我們說 有些轉身邊鎚 有些步法 有些射步、哨鎚 這些我們在擂台上面都會用到 如果散打的擂台上 射步、哨鎚 這些就是蔡理佛 招梳、招梳、拆手、拆手 對 對 如果你在香港操練 但你一直操練 你有沒有去過其他地方操練 有啊 即是有沒有其他地方避戰 或者是怎樣 有啊 我之前會經常去台灣 台灣的拳擊隊 和散打對操 這些是我自己私底下去的 自己給錢去 另外我2017年入了港隊 然後要應付第14屆的世界武術錶 那時候港隊就安排了我回去安徽訓練 好 安徽其實也 我想問 安徽和台灣的隊伍 訓練有甚麼分別 我這樣說 安徽是辛苦很多很多 辛苦很多 安徽其實是 如果中國的散打來說 安徽應該是排行第二 最厲害是山東隊 然後是安徽隊 然後就是輪到北京 天津這些隊 他們的訓練是很誇張的 即是我去台灣 我看到他們國首級的訓練 都是可能一天訓練四個小時左右 大概四個小時左右 而且訓練的強度不會去到很辛苦 但是在安徽 我見識到國家隊的訓練 早上八點鐘起床 然後就跑步 先跑5K 跑完5K 先去吃早餐 吃完早餐回來 早上可能每天都不同 有一天是專門做氣械訓練 重量訓練 有一天是專門做體能訓練 你指一天是幾個小時 一天是八個小時 八個小時 八個小時 早上四個小時 即是上班 他們是全職 在早上 譬如我選擇一個最辛苦的 最辛苦的那天是早上八點鐘起床 然後跑步 跑5K 然後回來吃早餐 然後休息半個小時 然後就開始訓練 他們的訓練是甚麼 沖沙包 甚麼是沖沙包 沖沙包 一勒沙包 三十多個 很大氣缸 每個人 整個散隊 每一個沙包 全力打 全力拳打 腳踢 一分鐘 全力打 其實30秒都會爆胎 但全力一定要一分鐘 你不可以停 你一停 教練拿著壇子後面便很合理 對 真的合理 他們都合理 我們香港隊上去 他們都沒有那麼嚴默 始終我們 對 始終都要疼你們 知道我們不可以撐到 但你看到安徽隊的腳 全力打一條條狠 因為他一停 他在說那種衝發的密度要很高 可能是兩三秒內一個combo 即是一二三 拳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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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 這種密度 衝一分鐘 休息一分鐘 再衝一分鐘 足足26組 26組 你不是計算了一分鐘一組嗎 我最厲害的那次去到五組 都想辦法了 不行 我吐 他放了桶 你吐 吐完回來再衝 哇 這就是早上的訓練 然後吃午餐 放你回去吃午餐 有兩個小時的時間 要睡午餐 因為運動員一定要睡午餐 睡午餐回來 兩分鐘的回合 是兩分鐘 然後按下量度心跳 量度心跳 之後 哨子聲一響 看看旁邊最近的右腿打 其實我想問 你旁邊那些 有沒有男男女女 沒有 男子隊或男子隊 女子 要不然 那個女生和女生打 那女生和女生打 死定了 死定了 我有一位師兄 他已經叫馬柏榮 就是香港之前 第一條職業散打 腰打的散打王 他有65公斤 他試過在 不是他70公斤 他在安徽給個56公斤的女生 整個搬起地 那裡台 真的 腳化到燒炮掌 厲害 不要小看女士們 其實我們和麥師傅 都說得挺開心 有很多特別的事情在安徽 還想再聽 製造收睇 好嗎 好嗎 好嗎